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介绍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然后在上个礼拜跟大家上一讲跟大家讲过 在第三幕第三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处戏的一个分界点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幕第四景之后 其实整个戏就快速地朝向最后的终局 在各种不同的 在莎士比亚非常熟练的各种不同戏剧性的 安排的情况底下 那是一而再再而三 让我们感觉到惊讶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激动的变化 操控别人 操控观众心情的各种不同的事件 就接二连三地一直不断地发生 在这一段跟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 就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一定会牵涉到整个 就一定会牵涉到整个《哈姆雷特》的这个戏剧 一直到它的终结的剧透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戏的后面的结尾 你并没有看过 你并不熟悉 而且你希望能够保有 你阅读这个戏 至于看这个戏的这种终局的悬疑的乐趣的话 那就必须要先告诉大家 恐怕这一段 你就可能先不要听 等到你看完了 你看完了这出戏的 全本的这个戏剧的时候 你再回来听我的分析 或许会比较适合 我们看到这第四景呢 这第四景其实在 萨斯比亚的安排上面非常清楚地分成三段 但它是很不平均的三段 三段有很不一样的情绪 虽然一贯地在我们看到 主导第三幕第四景的最基本的 就是哈姆雷特的愤怒 因为这个时候他去面对他的母亲 在第三幕第三景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了这个准备 这个准备就是他讲到 他要用非常严厉的言辞 来面对他的母亲 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 他在他心里面有一个悲剧性的交换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不是用这种最锐利的 最伤害性的言辞 来面对他的母亲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 他的愤怒会转而变成行动 去伤害他的母亲 所以两者相权 这是两害相权取取亲 与其用行动伤害自己的母亲 不如用言辞伤害母亲 所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 这个时候怒气冲冲的 哈姆雷特他见到他的母亲 不会有什么样的好话 不过第四幕 不过这个第三幕第四景 他还是有一件事情 快速的就让我们吓了一跳 那就是因为Polonius 他藏在那里 被国王派去去听听看 那到底哈姆雷特去见到他的母亲 究竟要讲什么 毕竟国王也担心 他看到了那处戏 那哈姆雷特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哈姆雷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跟对于他的属父 这个新的国王来说 非常关键的 他杀了他哥哥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所以他就派Polonius藏在那里 我们看一去 这虽然在戏剧的呈现上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并没有多做解释 可是你看你都可以感觉到 那这个演员应该要如何表现 就是怒气冲冲 那母亲有什么事 那哈姆雷特你得罪了你的父亲 你还要来指责我 所以快速的这整个情绪 你看总共在大概两个人对话了五六次之后 而且都是短的 非常快速的对话之后 妈妈已经觉得不对劲 所以妈妈就说 不说了不说了 我觉得你好像没办法 我没办法跟你讲话 我去让可以跟你讲话的人讲话 但这个时候 那哈姆雷特的这个愤怒 就正式的爆发出来 他说 Come come and sit you down You should not butch 你不要动 你不要躲 干什么呢 You go not till I set you up a glass where you may see the inmost part of you 我现在要在你的面前 要设立起一面镜子 但这面镜子不是让你看你的外表 是要看你的内心 看你的内心有多黑 那这是在戏剧上面 一定就要能够充分地演出 让这个母亲感觉到 非常非常可怕的威胁 她觉得你看后面的这句话 Help help 你要杀我啊 她已经感觉到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幕 第三景当中 已经被莎士比利亚 用这种方式 给我们打了预防针 给我们做了准备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哈姆雷特的怒气 已经到达这种程度 她真的有可能 在行动上伤害她的母亲 但幸好 或者这个幸好讲起来 其实也蛮悲哀的 不应该说是幸好 而是这个时候 有了一个插曲 就是这件事情 才能够用这种方法进行 那就是Poloneus听到 Queen皇后在喊 Help help救命 她不能不出来救 但是她一出来 结果我们吓了一跳 这就是第一段的结尾 在这么短这么快 在舞台上面 真的这个对话来往 一分多钟的时间 巴 哈姆雷特就把剑 刺进到Poloneus的身体里 说老实话 在戏剧的这个效果上面 这是非常吓人的 因为Poloneus在前面的这个 戏的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她是一个重要的干草型的 像丑角一般的角色 她一直在那里塞郎 然后跟你讲说 哎呀 其实我知道啦 她之所以发疯 是因为为了我女儿啦 然后在跟哈姆雷特 有任何的对话互动的时候 她都一直不断地说 你看你看 又在讲我女儿了 一天到晚就笑醒我女儿 那样的一种角色 让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甚至会体会 不一定 莎士比亚把Poloneus写在这里 他是这个悲剧当中的一个 相对应的对比的 一个喜剧的元素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或我们没有预备 Poloneus竟然要在 这个悲剧当中 他也要扮演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被伤害的角色 突然之间 他就被哈姆雷特给杀了 那为什么必须要让Poloneus死 因为这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上面 他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意思是这个时候 其实哈姆雷特 几乎已经没有办法 制止他自己 节制不了他自己 他几乎要伤害他的母亲了 所以他的母亲都已经高叫 救命啊救命啊 但是就因为Poloneus 藏在帷幕后面 这个时候出来 所以哈姆雷特把他的剑 不是刺向他的母亲 而是刺进到了Poloneus的身体里面 所以他才得以泄愤 但这个泄愤 仍然没有完全的泄愤 他只泄除了部分的 他这个无法控制的爆发出来的愤怒 于是在这一景 又进入到了第二段 这个第二段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那就是哈姆雷特回到 因为他行动上的愤怒 已经发泄在Poloneus身上 这是他愤怒到什么样程度 他杀了Poloneus 他从头到尾 没有一丝一毫的 我杀了人的这样的一种犹豫 或者是反省 或者是悔罪 尤其是我们对照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莎士比亚他所铺陈的 哈姆雷特的个性 他不是一个这么冲动 或者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人 于是我们就更进一步的 被他震撼了 因为他的那种愤怒 这个时候竟然使得他 明明的就在这么样的一个 莫名其妙 完全是出于直觉反应的情况 他杀了一个人 他都没有Remote 他都没有反省 他都没有罪恶感 因为他的全部的心意 仍然在母亲身上 这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 明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杀人的行为 可是在哈姆雷特的心里面 这绑而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他要回到原来的这个主轴上 这个主轴就是 当他妈妈表现得如此惊讶 当然非常的惊讶 但是哈姆雷特 他那个凶狠的语言 一直不断地出来 一直不断地出来 像火山爆发 像洪水袭击一样 是unstoppable 没有办法被停止 所以在这一段演出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到的 虽然在剧里面写的是 哈姆雷特讲一段话 他的妈妈讲一段话 哈姆雷特又讲一段话 但是在戏里面 其实我们要感受到的是 哈姆雷特没有办法 被他的妈妈给阻打 妈妈说任何的话 都没有办法让他 不把他想要说出来的话 原原本本地 然后一路冲下去 把他给讲完 你看他说了什么 他先对着Poloneus 先打骂 卑鄙乱闯的蠢材 再会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他回过头来 就对他妈妈说 你看他非常的凶 前面他已经讲了 前面他已经讲了 You should not but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他说 Sit you down 你给我坐下 然后接着说 And let me ring your heart For so I should 他就说 Li ring 他说 Li ring of your hands Sit you down And let me ring your heart For so I should If it be made of Passionable stuff If then custom Has no blasted soul That it is proof And bulwark Against senses 他就说 你不要在那里 搅你的手 因为他妈妈当然害怕 然后紧张 所以手机在那里 他就说 你给我停了 因为现在呢 有更严重的事情 我要搅你的心 当然 我要看一下 你的心 你这个人 还有我可以 Panetrate 我可以探进去的吗 还是你就是 一副外表的钢铁 你已经没有心肝了呢 只要你还有心肝 我现在要搅你的心 让你知道 你到底发生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妈妈试图要阻挡他 他没有办法被阻挡 他就说 来 你做的那一桩事 把廉恥的羞晕弄得暧昧 把美德变得虚伪 取下了 纯洁恋爱的 头儿上一朵玫瑰 而打上了一颗 落印的笼包 使得婚姻的蒙约 弄得像赌徒的 咒试一样 一般的虚诈 你干的好事 使得婚约的躯壳 失去了灵魂 使得宗教的遗词 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 上天都要为你 感觉到羞耻红了脸 是啊 就是这个坚硬广大的土地 如果真的看到了 你所做出来的事情 也是会觉得 像世界末日一般 因而臭眉苦脸 妈妈当然听到这一连串的 这个lash 用语言这样子攻击她 妈妈当然很难过 我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你要这样子 对我吼叫 所以你看 她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自自 没有办法自自自己 就一直吼下去 继续吼 她说来看看 来看看画像 这两兄弟的肖像 两个人一个 长这个样子 当然值得就是 她爸爸 她爸爸 她特别描述 像她有像宙斯一样的 耳头 有像战神一样的眼睛 然后呢 她的姿势 则是mercury 那个是 在希腊神话里面 最灵巧的使者 刚刚降落在 吻着天的山顶之上 所有最美好的姿态 总和混合在这个人 美貌男子的身上 所有的天神 都在她的身上 盖了印 替这个人作为担保 这个人是谁 请你看清楚 请你看清楚 这就是你过去的丈夫 再来看一下 你要不要看见她这个人 这个人是你现在的丈夫 那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呢 她就像一只 没烂的麦穗 把她健康的哥哥 都害得凋零了 你有眼睛吗 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 这两兄弟之间的差别吗 你说这是恋爱 因为到了你这种年纪 那种年轻气盛的 那样一种身体欲望 所带给你的冲动 应该没有了吧 你怎么可能还做 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会有 这样的情欲 要不然倒过来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你笨了 你傻了 你麻木了 你根本没有感觉 你根本无法去区别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她说疯狂都不至于 错到这样的地步 疯得再怎么厉害 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你总还是可以选择 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吧 怎么会让你被骗被害 到这样的地步呢 所以接下来 你看 她就这样凶狠地说 Eyes without feeling feeling without sight Eyes without hands or eyes Smelling sun's oil Oh but a sickly part of one true sense Could not so mope Oh shame Where is thy blush Rebellious hell If thou can't mutant in the matron's bones To flaming youth Let virtue be as wax And meld in her own fire Proclaim no shame When the compulsive author Give the charge Sense frost itself As actively does Burn and reason Panda's will 这真的是熊便 一方面在骂 一方面呢 你看 你有眼睛 没有触觉 你有触觉 没有视觉 你有耳朵 或者 你有耳朵 但你没有手 没有眼睛 意思是说 你就是 一定是你的感官 没有办法整合起来 你的感官除了缺陷 变成严重的问题 所以一概都没有 或者是你一概都没有 你只剩下嗅觉 或者是在五官当中 只剩下一个官能 任何五官当中 有任何一种正常运作 你都不见 你都不应该 傻到这种地步 麻木到这种地步 你怎么会宁可放掉 宁可害了原来的那个丈夫 去选后来的这个丈夫呢 那怎么办 何耻啊 你的廉恥何在 造反的恶魔 如果你能够钻到 老妇的骨髓里去作乱 那么对于火焰般的青年 那就更不要讲 所有的这种火烧起来 一切通通都会被融化 寒霜都可以呼呼地被燃起来 理性可以变成了情欲的工具 那么青春不自尽的时候 就更不要讲什么廉恥了 这一番话 真的就震撼了他的母亲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母亲拜托他 这个时候母亲是苦苦地哀求 为了让哈姆雷特 可以他的儿子可以停下来 他说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而且你想要达到的效果 你已经达到了 所以拜托你可以停了 这就呼应前面 哈姆雷特说 你不要动 我现在要拿一面镜子 这个面镜子要看到你的内在 所以他就说 你已经成功了 我知道你逼着我 用我的眼睛转到去看我的灵魂的深处 我已经看出来在我的灵魂的深处 染着洗刷不掉的污点 但是这一段话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戏剧的效果上 那就感觉到说 这个妈妈已经彻底的被 刚刚的那一番话 在刚开始的时候 母亲想要stop她 想要制止她 接下来母亲 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deter她 去阻拦她 这个时候母亲放弃了 也就是母亲完全认输了 你对了 你用这种方法逼着我 我看到我身上所有的耻辱 那照道理讲 就是那样一个盛气凌人的儿子 这个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 彻底被他打败的一个母亲 但是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同时让我们很感慨 即使到这个时候 哈姆雷特都停不下来 而且反而 因为他母亲在他面前 卑躬屈膝地求他 他反而更生气 接下来你看 他就是fall mouth 前面他还没有讲到 难听到这种地步 这个时候 他难听到什么样程度 他就从刚刚讲的 就是说如果你身上还有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在年轻人的身上 可以把你跟年轻人 全部通通都烧掉 那这是什么样的欲望 他就说 你看他甚至就直接讲到他妈妈最隐私的 床上的事情 然后呢跟情欲之间的关系 妈妈当然非常非常受不了 怎么可以忍耐 怎么可能儿子用这种方式跟他讲话 然后呢他更进一步的就讲 这个时候完全不再是用理性 前面是雄辩 这个时候是完全的发泄 将他的属父 现在的这个国王 这个人凶手 恶徒 他没有你的前夫 我的爸爸 两百分之一的 那样的好处 然后呢 打骂 那这个时候看起来 哈姆雷特 这就是第二段 第二段 第一段结尾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是第一段是 他失控杀了Poloneus 这个时候 看起来他又要失控了 即使是王后Queen 这样拜托他 苦求他 他都停不住 他仍然继续大骂 于是这个时候 这第二段的结尾 有一件我们没有一起的事情 在舞台上面出现了 那就是鬼出现了 那样的一个原来的 国王的鬼魂 在戏第一幕第一景 就出现过的鬼 这个时候重来了 那这个鬼 事实上 他所造成的最大的效果 是让哈姆雷特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不分神了 然后呢 他看到了他父亲的鬼魂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在前面是 别人也看得到 这个鬼魂 可是这个鬼魂 这个时候 他只现身在他儿子面前 他过去的妻子 背叛了他的 现在嫁给他 把弟弟的这个妻子 看不到他 所以哈姆雷特 看到他自己的父亲 那个死去的国王 以鬼魂的方式回来 他真的很难过 他就要问他的爸爸说 你为什么出现了 你是来责怪我吗 你是来责怪我 犹豫不决 说我一直拖到现在 没有帮你报仇吗 这是你来催促我 要我赶快做吗 那这个鬼魂就告诉他说 我出现只是为了要 再度的推你一下 免得你的意志变得鲁钝了 你看你的母亲很惶恐 去调除她的挣扎的心 身体最弱的人 良心作用是最强的 你去跟她说话 那所以这个父亲的鬼魂 就是要告诉他说 你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甚至我们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细致的一个感情 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这个鬼魂 看到自己的儿子 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母亲 你大概都可以体会 他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所以这个时候他出现在儿子的面前 他告诉儿子说 不对不对 不是用这种方法 你已经让你的母亲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这个时候当他最脆弱的时候 他会有良心 你要运用这个情境 把它变成你复仇的帮的 对你复仇有利的一个因素 这才是对的做法 所以其实他在相当程度上 是缓解了这个情况 他出来为了让 看起来无法收拾的 再度的那个情势紧张到 好像儿子又要杀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 终于缓和下来 但是王后看不到这个鬼魂 她只看到什么 她看到的是 让她更害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 又让这个王后进入到 国王的鬼魂所说的 最弱最弱的情况 因为她看到她儿子 在跟别人讲话 在跟空中 在跟空气讲话 她说你怎么了 太可怕了 你向空中看着 对着缥缈的空气在说话 你的眼睛里面 有一种很奇怪的光 然后呢 本来你的头发 我们每个人的头发 那这个时候叫做汗毛倒树 为什么你头发突然之间站起来 好像自己有了生命一样 一根一根的树立起来 听到这种描述 我们也都跟着 起鸡皮疙瘩 他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冷静下来 你冷静下来 但是哈姆雷特 他的说法是 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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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好胜他 眼睛 他的脚 尖声 扔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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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我 你看他 你看他 你看他的脸上 多么样的苍白 你看他的那个模样 你想想他曾经所遭遇过的 就连木头跟石头 就连石头 都会被这样的事情 给打动给感动了 唉 你难道看不到他吗 但是皇后就真的看不到 在那里有什么 什么也看不到 该有的 我都看到了 那你听到我们说什么话了吗 我当然就听到你跟我说话 你还要我听什么呢 唉 看了看了 你看他走了 那就是我的父亲 他明明白白的穿着他活着的时候的衣服 他走了 他现在走出了这个大门 然后当然从皇后的角度来看 那就更进一步的坐实了 他的儿子疯了 不过说老实话 他的儿子真的疯了吗 是的 他的儿子竟然会看到鬼魂 他的儿子在刚刚对待妈妈的那种情境底下 那当然不是一般人 可是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 哈姆雅雷特的这一段话 他说 我们看一下梁氏秋的翻译 他就说 他就说我的脉搭跟你一样 是 temporary keeping the time 没有 我没有发神经 我的脉搏 我的心跳 跟你一样的平稳 我说的话 你以为是疯狂的话 真的不是 你可以试验一下 什么样的 如果一个人疯了 当时相信 认知的 就像一个人 如果他完全是捏造说的谎言 你叫他再讲一次 他讲出来的就不会是一样的 一个疯子 因为他没有事实的根据 他凭空从他自己的狂乱的心思里面 去讲出来的话 去做出来的描述 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第二次讲同样的话 他说 我不是疯子 你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原原本本再说一次 他说 母亲 但这一段话很感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前面这样一路看下来 在几分钟之内 哈姆雷特因为听到了 他的父亲的鬼魂献身 所告诉他的话 他对他的母亲 他的态度改变了 刚刚是母亲苦苦求他 他把那个最难听的话 在他母亲已经彻底被他打败了 像是那样的一种情境底下 还是要发泄出来 但这个时候是倒过来的 倒过来他说 Mother for love of grace For love of grace 指的就是上帝见证 为了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 Lay not the flattering action to your soul Not not your trappers But my manners' speech It will but skin and film the auctor's place Why rank collection Morning all within 我们看一下 他就告诉你 他就拜托这个时候 你看他的口气 For God's sake 为了上天的慈悲 请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 处理你曾经犯过的错误 不要在那个明明白白 这是你的生命跟灵魂上面的缺憾 它好像是一个大的伤口 好像是漏了很大的一个洞 但是你不愿意去面对 你就在那上面擦各种不同的油膏 然后用这种方法来强调 我没事 我没事 当我刺到你的时候 有个人会说 那是因为你疯了 你在说疯疯癫癫的话 他说这样这个苍疤不会好的 你只是在它的上面 敷了一层膜 在里面那个恶臭的浓血 会更进一步的溃烂 在暗中不断的蔓延 你要忏悔 请你不要一直说我疯了 关键重点不在我疯了没有 我所说的这个话 最重要的是 你的良心 最重要是你的忏悔 这也就是哈姆雷特 依循着刚刚爸爸教他 爸爸要他的 你去让你的妈妈 恢复他的良心 当他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他就说 忏悔吧 忏悔吧 为了过去你所做的事情忏悔 因为你有未来 避免未来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在已经很糟糕的 这一片乱七八糟的荒烟漫草的野草上面 在施肥料 让这一切变得更混乱了 所以接下来妈妈也被打动了 的的确确 妈妈就告诉他说 我的心被你撕成凉拌了 然后呢 哈姆雷特也就这样告诉妈妈 他就说 请你千万不要再上 熟父的床了 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底线 你必须把这个底线守好 至于其他的 那是我的事 包括替我的父亲报仇 这是我的事 然后呢 妈妈就当然就 真的在那样一种慌乱 心里面灵魂上 完全骚动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真心真意的 就问他的儿子说 那你要我怎么做呢 来 我教你怎么做 我教你跟那个可恶的人保持距离 然后呢 你到 然后呢 你应该要 那你应该要站到 那个了解自己的错误 所以改变自己错误的那一边 所以接下来 这是关键 也就是这一集 真正的结束 妈妈答应了 妈妈说 与其说话是用气息做成的 气息就是生命 我已经没有生命了 我就不能用气息 把你对我讲的话 说出去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一定不会出卖你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绝对不会把 你现在对我说的这些话 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告诉你的叔父 这个时候 他愿意 他也必须要 保护 他的儿子 这是非常精彩的 第三幕 第四集 接下来进入到了 第四幕 到第四幕的时候呢 我们所看到的 那就是 哈姆雷特 他被送到 被他的叔父呢 派遣送到 英格兰去 然而 很快的 当哈姆雷特 不在的时候 我们刚刚前面 所看到的 在前面第四集 第三幕第四集 所发生的那件 好像是 真的就是 太快就被处理掉的 这件事情 像是 Nemesis 像是复仇女神一样 现身回来了 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是哈姆雷特 变成了一个凶手 他杀了Polonius 可是这件事情 怎么变成 Nemesis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他像是 变成Nemesis 回来呢 因为 这整件事 是如何开断的 那就是 因为 他的父亲死了 因为有人 杀了他的父亲 以至于哈姆雷特 陷入到这种 狂乱当中 他变得像一个 疯子一样 那现在 出现了另外一个 像疯子一样的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 Ophelius Ophelius是 Polonius的女儿 因为有人 杀了他的爸爸 所以 这个女儿 这个Polonius的女儿 Ophelia 因为父亲 被用这种方式杀了 而且是莫名其妙 不明不白 不明不白地死了 他当然 可以体会 他可以理解说 前一刻 父亲跟他讲话 还活得好好的 突然之间 父亲就死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强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 他疯了 你看这是一个 多么可怕的一个悲剧 这是循环的 那样的一个 本来 因为父亲被杀了 而要去为父亲 报仇的 哈姆雷特 这个时候 而且这个人 是他曾经爱过他 为了要替他的父亲复仇 因为鬼魂出现 他必须要承担 鬼魂 那个国王 他死去的父亲 所给予的他这个任务 使命 因而被他牺牲 他曾经爱过的这个人 这是什么样的 悲剧的纠结 然后接下来 我们也就看到 那就是描述 这个时候 已经封了的 这个Ophelius Ophelius呢 他唱出了 我们可以说 叫做 疯癫之歌 那个疯癫之歌 真的非常的悲惨 我快速地念过去 大家听一下 Tomorrow is St. Valentine's Day Oh in the morning be time And I the maid at your window To be your valentine Then up he rose And down his clothes And dupe and dub And dupe and dub And dub the chamber door Lay in the maid Let out the maid Never depart more 这是很奇怪的一首歌 一首歌讲的是情人的关系 尤其讲的是情人如何找到了情人 然后那个妹 那个处女 跟这个情人过了一夜 她失去了她的处女之声 后面又唱了 唱什么呢 唱 But geese and by saint charity alack And vie for shame Young men will do If they come to it By cock They are to blame Quot she Before you tumble me You promise me to wait So what I had done By yonder sun And though has not come to my bed 那是这个在讲 应该要来找她 而且是用非常明白的 很physical的语言所描述的 那个promise 要来把她当 娶作新娘 跟她共度良宵的男人 没有来 那为什么这个歌 会那么样的惊人呢 因为Ophelia 她唱这个歌的时候 是在干什么呢 她是对着国王 但是即使国王在 她眼中没有国王 她真的就是 在这种状况底下 完全神情恍惚 这是疯癫之歌 这个疯癫之歌 那就变成了Ophelia 最后留给我们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 还不止如此 因为Ophelia 她有一个兄弟 她有一个哥哥 那就是Laitus 所以在第四幕的 第五景 快速的 我们就看到 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出现 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本来表面上看起来 那是一个未完成的叛变 这个时候Laitus呢 一群人聚拢在Laitus旁边 他们看起来 冲进到王宫里 要对这个时候的国王 有所不利 可是也是剧情急转直下 快速的 让我们知道 这Laitus的动机是什么 Laitus的动机 因为他失去了父亲 所以他又跟 哈姆雷特是一样的 哈姆雷特这两个性质 他失去了父亲 父亲被杀了 所以他为了要复仇 他在那样的一种 情急攻心的情况底下 一方面 他像是疯了一样 他没有办法 按照正常人的方式 去思考跟反应 但另外一方面 为了要复仇 他就必须要刻意地维持 自己像是一个 疯了的人的那样的一种形象 跟他的言行 这两个条件 但是这个时候 是分别出现在 Poloneus 他的儿子跟女儿的身上 他的女儿就像 哈姆雷特一样 因为失去了父亲 父亲死了 父亲被杀了 所以他疯了 而他的儿子Laitus 则像哈姆雷特一样 像这一边 哈姆雷特所要做的 他很冲动 这一方面又形成了对比 因为他不像 哈姆雷特想那么多 他立刻采取行动 他认定他复仇的对象 就是国王 因为他的爸爸Poloneus 是被从皇宫里面送出来的 那除了国王 还有谁敢杀 他的爸爸Poloneus 既然他的爸爸 是被国王所杀的 这个时候他就带着人马 直接闯进 杀进到皇宫里面去 OK 这真的是悲剧 因为我们知道 是谁杀了Poloneus 杀了Poloneus的人 是哈姆雷特 你看这个就是悲剧的残卷 跟他一样的 这一对儿女 他们但是 造成使得他们如此的痛苦 然后造成让他们变得 在思想跟感受跟行为上 和哈姆雷特这么类似的 就是哈姆雷特自己本身 这该怎么说 或这该怎么解释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反而让 拉伊特斯拉所带领的这些人马 闯进到王宫里 国王很容易可以处理 这我们就不能怪国王 因为的的确确 Poloneus不是他杀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倒过来 那就是哈姆雷特 他本来在戏的前面 他都是他的身份 包括有的时候 如果大家知道 或大家看过 比较古老的 这个 比较古老的 比较古老的中文的翻译的话 或许有人知道 有一段时间 哈姆雷特这出戏 都被翻译叫做 另外一个标题 是王子复仇记 王子就是哈姆雷特 然后呢 王子复仇记 这样的一个标题 当然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标题 这就是我希望 大家能够体会的 因为王子复仇记 就是特别凸显 哈姆雷特在这个戏里面 他最重要的身份 或他最重要要做的 让我们以为 这出戏就是要写 这个王子如何复仇 或者是王子在复仇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 但要记得 那就是 莎士比亚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这个王子 哈姆雷特 他跟复仇之间的 这件事情之间的关系 哪有那么简单 他been wrong 他被用这种方式给伤害 所以他必须要为他父亲复仇 但别忘了 不是只有他要复仇 在戏进入到的第四幕 逆转所产生出来的 最令人惊讶 也是最令人没有办法 最让观众 不得不陷入到 这样的一个纠结当中 原来要复仇的王子 现在变成另外一个王子 或者至少是另外一个贵族的少年 他要复仇的对象 我们就看到这个王 对Laitis说了这一段话 他说我并不是以为 你不爱你的父亲 不过我很知道 爱是经过长时间去养成的 我从经验当中也曾经体会到 时间也能够消磨爱的火星 爱的火焰当中 就藏着一条灯心 或者一条蜡花 能够使得火焰黯淡 天下没有长久好的事 好事变得太好的时候 自然就由盈而亏 我们想要做一件事 在想要做的时候 就应该要做 因为这想要会变得 会有各式各样的削减言辞 如世人的舌头 世人的手 事态的变换 一样的难以捉摸 那时节这个应该 也就指向是败家子的一声 叹气怨爱智商罢了 这一段也经常在这出戏里面 这一段话经常被引用 但是引用这一段话 当然它有它的暧昧之处 因为这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在戏里面所讲出来的话 平常如果是负面的角色 所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要引用的时候 不会把它当作是真理 不会把它当作是 我们应该要接受 应该要依循的道理 但是这一段话 虽然是由王这个凶手 这个被复仇的对象 所说出来 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 他说的这一段话 尤其是针对Laitus 他所说的话 由他内在的 我们会感动我们 打动我们或者至少会困惑我们的 基本的一些力量 让我换成用英文 跟大家再看一次 因为这话 在英文很多的这个书里面 大家想到这件事情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一边哈姆雷特是犹豫 但是在另外一边 当你面对to be or not to be的时候 你的那样的一种 犹豫跟你那样的一种 这个反反复复的 举其难定 很多时候 有人就会告诉你说 听听这一段话吧 这一段话告诉你说 Not that I think You did not love your father But that I know Love is begun by time And that I see In passage of proof Time qualified the spark And fire of that 就是要告诉你说 时间 时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有时间 是多么样的残酷 时间多么样的无情 一个人之所以有感情 是因为时间 一个人会失去感情 也是因为时间 There lives within The very friend of love A kind of weak or snuff The will abated And nothing is at the light Goodness still For goodness Growing to a Prosity Growing to a Propercy Dies in his own Too much 所有这些东西 基本上 随着时间 都不可能停下来 有些 如果 做得过多 一直不断地累积 它就变成 相反的方向 另外还有一些 像 你的爱 像你的恨 当下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经过的时间 它非常有可能 就转变成为 到了相反方向 变成是 完全相反的东西 That would do the What should do When we would For this would change And has abatement And delay as many As there were tons Our hands Our accidents And then This should Is like a Springshot side 这句话 很长的一句话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该做什么 就去做 如果 该做什么 你没有去做的话 因为让你 不去做 你应该做的 有太多 太多的力量 太多的因素 太多的理由 七嘴八舌 别人怎么讲话 还有呢 有多少的因素 有多少 你必须要 这个找来的 各种不同的 这个帮手 或者是 中间有可能出现 各式各样的意外 各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插曲 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都会拖延 拖延到后来 你想要做的 这个想要 就不再是想要了 它就变成 只是想要 但是不会真的做了 那个应该要做的应该 也因此而变直了 这段话非常的精彩 因为Springshot用了 文法上面的 Wood and Should 但是告诉你说 Wood不会永远都 保持着 是Wood should也不会 一直都是should 是当下 现在 它是Wood 它是should 稍微延长时间 稍微拖了 它就会变直 你必须看到这个 那所以 用这一段话 国王要干什么 国王要刺激 老爱城市说 如果你真的爱你爸爸 我不可能怀疑你爱你爸爸 可是呢 我很了解 哎呀 爱你爸爸有冲动 但你现在不行动 久了 你也就不会做了 你要怎么行动 但换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也就看出 所以这两个人 这两个 这个戏里面最主要的主角 一个是 复仇的王子 哈姆雷特 一个是他 复仇的对象 这个国王 然而 他们两个 真的在戏里面 不是这么单纯的 哈姆雷特 就是全面 正面的 国王就是 全部都是 负面的 当国王用这一段话 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国王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去唆使 不只是要叫 莱特斯去对付哈姆雷特 他要叫莱特斯 Do it now 你现在就决定 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个人杀了你爸爸 你要怎么复仇 你告诉我 你不要躲 你现在就说 你现在就做 他当然是坏心肠 可是 换另外一个角度 这不是说 正点出了 哈姆雷特的问题吗 哈姆雷特 一直在那里犹豫 一直在那里想 他不是在 最 第一个巅峰 那样一种 冲动直觉底下 立刻就进行他的行动 所以这一番话 虽然是对 莱特斯讲的 但我希望告诉大家 莎特比亚安排 这是隔空 这个敌人 两个对手之间 另外这个 应该要被 复仇的 报复的这个对象 在对他的复仇者 说 你这样一直拖 当我在祈祷的时候 你没有杀我 所有的一切 就都变直了 这是另外一份 我们可以说 悲剧的铺陈 这悲剧的铺陈 接下来 就引发了 一连串的死亡 波罗尼奥斯之死 是其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 这一段 第五幕 那一路到结尾 真的就 节奏非常的快 可是 这个第五幕 要给这个戏 一个戏剧性的 非常激烈的一个终局 可是它的开场 也很奇特 如果我们用后面 你如果读完了 看完了戏 或者是读完了剧本 你知道那个后面 啪啪啪啪一下子 真的没有几分钟 所有事情都水落石出 都解决了 可是第五幕开头的时候 却用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 Tempo 完全不一样的节奏 如果用古典炎音乐的 这个概念的话 那这出戏 它最后的结尾 那应该就是 Prestotissimo 那很像这个 贝多芬 在他的这个 月光奏鸣曲的最后 他所告诉我们 第三月章结尾的时候 他所标记的Prestotissimo As fast as possible 非常非常快的节奏 那但是第五幕 要引导到这个Prestotissimo 他用的在这一段 却真的就像是 月光奏鸣曲 贝多芬 他的第一乐章 所告诉我们的 要我们感受到的 那个节奏 那是Adagio Sustanuto 不只是慢版 而且是延音的慢版 你看到这个时候第五幕 Kambole特 他没有到英国 他回来了 他回到丹麦 可是他回到丹麦 在第五幕 先上场的是谁 先上场的是 两个grave diggers 是两个掘墓人 那两个掘墓人 在那里挖坟墓 要买谁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长断的铺陈 因为他们要买Ophelia 他们要买Ophelia这件事情 是有疑意或者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确定Ophelia不是自杀的 所以前面Ophelia疯了 接下来Ophelia淹死在水里 可是从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 莎士比亚要更进一步的 他从旁敲撤击 不直接告诉我们 大家还是会怀疑 Ophelia并不是意外死去的 Ophelia很可能是受不了 父亲之死所带来的打击 而自杀的 那为什么不能说他是自杀的呢 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解释过 就像那个哈姆雷特的爸爸 他被用这种方式毒死了 最大的问题 带来最大的痛苦 你如果是死于非命 没有用这种方法 得到仪式性的 这个临终的这些仪式的话 你的灵魂 你的鬼魂 就必须要进到地狱里去 尤其是自杀者 自杀者连正式的 墓园里面的位置都不能给他 所以这个时候 在帮他挖墓 其实也就是愿意假装 他不是自杀的 这已经就是 这第五幕的一个特别的开场 但接下来 哈姆雷特跟Horatius 他们回到了丹麦 看到这两个Grave digger 那跟这两个Grave digger 接下来 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引发了 哈姆雷特的一连串的感触 感怀 那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种Grave digger 这种事情他们做多了 他们做习惯了 挖出了骨头 这个骨头呢 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任何的敬意 挖到了一个骷髅头 随便就随手一丢 这就让哈姆雷特产生了这样的震撼 他心里面就想 哎呀 那颗骷髅 在这个之前 他也曾经有过舌头 当然现在舌头已经腐烂了 只剩下骨头了 只剩下头骨 为什么会想到说 他也曾经有舌头呢 因为他也曾经会唱 为什么 因为Grave digger是在唱歌 可是你活着的时候 你能唱歌 这个死人 他活着的时候 他也会唱 但这家伙 竟然就用这种方法 把骷髅乱丢 然后他随手摆布的骷髅头 在他活着的时候 也许是一个政客 他也做过一些 很莫名其妙 很可怕的事 那或许 这个骷髅头 源自于 一个大臣在朝廷里 然后呢 他的舌头 专门是用来 讲这些恭维的话 那 这都是 过去他活着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 哈姆雷特就说 他们现在都属于 Warmes了 都是虫的世界 虫的财产 他没有的下巴 他没有的脑 他的脑袋 被绝分的人 用他的铲子敲碰着 这是个太奇怪的变迁了 如果我们有本领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骨头生长起来 除了让人用棍子打着玩 难道没有别的用处吗 这件事情 让我想得好头痛 这是一个 比较更广大的 一个时间的尺度 当你看到了 人死掉之后 会变成什么 人活着的这件事情 包括人活着的 复仇 仇恨 愤怒 这个算计 突然之间 你会回头这样看 一百年之后 两百年之后 这有意义吗 这第五幕开头的 这第一集 其实它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是让后面 为什么可以用这种方式 快速的结束 就是靠 先已经让我们感觉到 什么叫做人生的真理 人生的真理 绝对不会是在 即时的 快速的 戏剧性的行动当中 谁杀了谁 谁替谁复仇 能够真正呈现出来的 人生的真理有两面 一面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种表面上的 或者是当下 短时间之内 所发生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绝对逃不了的 更长时间的 所有的一切 最后都会被时间 给改变 那样一种 更深层的一种 悲伤跟悲哀 所以原来的这个悲剧 就在多增加了 另外一层 我们可以用 日本文学里面 最常使用 或者是最常凸显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做物资哀 普遍的 所有的一切 在时间当中 都会老去 都会被改变的 那种更深层的悲哀 给铺垫上去 所以刚刚讲到 后面就是 Postostimo 在那样的一个 算计底下 哈姆雷特 回到了宫里 然后呢 他面对 Laitus 那他们两个人 要决斗 在决斗的过程当中 国王做了 各式各样的安排 Laitus也做了 各式各样的安排 但是 这就叫做 人事 这也是为什么 这是另外一层的 在精神意义上面的 报复 前面不是讲到了 国王告诉Laitus 你想要做什么 就去做 不需要那么样的 犹豫 另外一边 那是 应该早就想要 复仇的 哈姆雷特 却迟迟没有动手 但是 等到真的在 那个 这等于是 国王借由Laitus 要收拾 要除掉 哈姆雷特 也就是 这两个人 真正的 复仇对决 一边 是 深思熟虑 犹豫的半天 不知道该怎么样 真的能够行动的 哈姆雷特 一方面 是 轨迹多端 而且呢 执行力非常强的 这个国王 也就是他的叔父 但是 谁会赢呢 最后 我们就发现 正就是因为 国王跟Laitus 他们两个人 急知急行 想到就去做 所以做出来的 那 他们会得到的结果 他们所计划的 他们所安排的 跟 真正会发生的 不可能这么样 都在你的操控底下 所以 国王 原来准备的一杯 当哈姆雷特 在决斗 这个时候 斗剑 如果他口渴了 要给他喝的毒酒 却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底下 被 哈姆雷特的母亲 被皇后 给喝下去 所以快速的 所以快速的 皇后就死了 接下来 Laitus 他为了要确保 他能够复仇 所以他不只是要跟 哈姆雷特斗剑 他在他的剑上 那就 他在他的剑上 用了这个图上的毒药 可是在两个人 斗剑的过程当中 意外的 他没有注意到 哈姆雷特跟他的剑 换过来了 所以到后来 他被哈姆雷特手上的剑 给划伤了 那个剑 就是有毒药的剑 因此Laitus就死在 自己涂在剑上的毒药底下 那哈姆雷特发现了这件事情 终于刺激他 做了他早就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用这一把 有毒的剑 刺杀了他的属父 丹麦国王 当然最后 他也不可能继续活下去 所以你看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从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三幕的第四景 到第五幕 结束的时候 死了多少人 Poloneus死了 他的女儿Ophilius死了 接下来 皇后死了 接下来 Laitus死了 接下来 国王死了 接下来 哈姆雷特他也自杀死了 那最后 这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戏剧上面的据点 回到什么 那个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 特别提到了 那就是这个 Fourteen Brass Fourteen Brass 这是挪威的国王 本来就是因为 老Fourteen Brass 他跟老哈姆雷特 两个人决斗 决斗输了 所以挪威被迫要割让给丹麦 但是风水轮流转 经过了这一番的戏剧性的风波之后 回到原来的戏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情况 但是整个完全逆转 这个Fourteen Brass 他讲了一句感慨的话 他看着死去的的哈姆雷特 他就说 哎呀 如果让他有机会的话 他应该会证明 他会是一个贤能的国王 但彻底没有机会了 他的父亲死了 他的叔父死了 哈姆雷特也死了 那丹麦怎么办 所以本来 挪威被丹麦病吞了 现在倒过来 哈姆雷特在死前 他就已经知道了 丹麦要变成 挪威的一部分 而这个小Fourteen Brass 他就会过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复仇 他的父亲把挪威给输了 这个儿子呢 却把丹麦给收回来 把丹麦给并入到了挪威 所以一层又一层 各个不同的面向 乃至于各个不同的这个层级 从国家到最客人 这是一连串的悲剧 而且这种悲剧 环环相扣 在戏里面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因果关系 其实到最后 莎士比亚都把它解释得 清清楚楚 所以真的也就不意外 为什么这一出戏 会被视为是终极的悲剧 你还要怎么样能够写出 近乎完美的 然后用这种方式彰显 逼着人们去思考 什么是悲剧的 这一出精彩的戏剧了 那今天课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 《哈姆雷特》介绍到这里 在下个礼拜 我们继续要来读 要来介绍的是 莎士比亚的另外一出 非常精彩的悲剧 那是《狸耳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